主料,酸菜250克,乌花肉250克,辅料,油,盐,红椒,葱,趴椒,姜,桂皮,香叶,小茴香,料酒,胡椒粉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把葱姜,趴椒,桂皮,花椒辣椒,香叶小茴香放进调料包里,加适量精水, 放入洗净的五花肉,加料酒,盐,大火烧开后,捞进浮沫,转中小火煮熟后,晾凉切薄片备用,酸菜洗净切细丝几斤水分,热锅上油,油热后下红椒丝边香,倒入酸菜丝炒制出香味,加入不准一里煮肉的汤水,大火煮10分钟左右,再加入切好的五花肉片,继续煮5分钟后,加胡椒粉条的, 撒上红椒丝起锅即可,烹饭技巧,酸菜挤干水分,炒香后再煮,酸菜的味道会更好更香,五花肉的肉片切得越薄,口感越好,如果把凉凉的五花肉放冰箱中一会,待定型后会比较好些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